怎么,看你不顺眼的博大太太,你恶心够了,现在觉得这个家里你就是女主人了,是不是? 你胡说什么? 不是吗?那你给我把地上的东西都收拾干净。 我,我…… 看着陈妈一副不甘屈从的样子,沈凡星眯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,你们在这里,一个月工资是多少? 除了保险,我们到手能有八千。 既然有人想让你们卷铺盖走人,那你们还赖在这里,实在让某些人看着心里得意得很。 保险我给,工资我给你们算一万,去卷铺盖,一会儿跟我走。 你们敢? 你说什么? 我…… 他们在这里可是有合同的,在合约期间单方面毁约,是要付双倍违约金的。 你是觉得我付不起他们的违约金? 不过,让人卷铺盖滚蛋的不是你吗? 单方面解雇员工,难道不该付双倍的赔偿金吗? 所以,记得跟老爷子说这件事情。 你上我如何说? 你陈妈多厉害啊,在博家的地位多高,有什么不好说的? 可是没有理由,我凭什么要解雇他们? 凭你只是看几个佣人不顺眼啊,你说凭什么? 我…… 既然你没有理由的话,我也可以好心帮帮你。 有仇的报仇,有冤的报冤,没有什么,是打一顿解决不了的。 只不过一个被开除的理由,有什么难的? 佣人们面面相觑,看了看陈妈有些不敢下手,要一个月八千块忍受她的欺压,还是一个月一万块,跟张妈一起工作。 你们自己选,你们成功被解雇了,这些便都是她一个人的事情,不是吗? 沈凡兴淡笑着,一步步走上了二楼台阶。 你站住,你……你们要干什么? 陈妈被几个佣人收拾得不轻,无嘴,拳打脚踢,甚至连分工挠痒痒的都有。 楼下一片嘈杂,楼上却一点动静都没有,大宅子里的隔音设计往往比专业更专业。 沈凡兴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,楼下的几个佣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,陈妈也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, 衣衫凌乱,面目全非,疼得在地上乱哼哼,就算是想大声喊人,也出不了太大的声音。 沈凡兴挑了挑眉,又转身去了二楼的别处,等到再下来的时候,几个佣人已经站成了一排, 一个个的,脚下已经各自摆放了一个包裹。